中央研究院是我们国内高阶的研究机构 韩建的论院提出了市井江 它是我们台湾的未来 生活如何过下去 台湾到了2060年 恐怕没了冬天 在39年 昨天我跟儿子在讨论 聚明请上来 我儿子大概20岁 39那时候还59岁年轻 妈妈我那时候没有冬天 对没冬天了 而且你看联合国还说 20年内全球的气渦会升到临界点 什么叫临界点呢 人类活不下去了 所以才需要爱地球 重环保一刻也不能等 中钢高机能钢材减碳 听说效益成功 超过600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的 一整年的吸碳量 讲到的中钢就在今天 中钢公布了数字问您做插播 7月份的税前净利 有90.8亿 平均每天赚3亿也有够厉害的 中钢的厉害还不是只有业绩 待会再看一下环保 先说中研院这份报告 对那气候部分我们特别关心 而且2060年竟然没有冬天 这吓死人 但我们特别观察一下 这个台湾气候的变化 这是大概从这个19 就过去这100年 其实我们1911到2020 对就是大概过去100年的 大概接近100多年的时间 那我们观察一下气候 这个是以这个23.6度 当作平均值 23.6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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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像这个1910年 他基本上是平均 就是低于平均值 那你发现过去到这个 最近这一二十年来都高于平均值 都高于23.6度 台湾对台湾 而且他的角度越来越陡 这是过去这100年的变化 那接下来呢 蓝色就是过去这50年的趋势线 那绿色是过去30年的趋势线 越来越陡 那代表是什么 就最近这几年温度上升的速度加快 越来越快 对那就会造成说这个国内的环境 甚至于这个预警 可能二零六年年没有冬天 就是这样推算 就这样推算出来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研院 这份报告 他当然是按照联合国IPCC 就是政府之间的气候研究的共同组织 那他发布一个最新的气候变迁报告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报告 来观察台湾的气候变迁 那他有特别提到 如果假设最恶劣的环境之下 温度在这个世纪末 世纪中就是2050年到2100年 温度会升1.8度C到3.4度C 这个升1度C 就会造成经济的重大损失 为什么 因为我们我们等一下会看 这个损失的一个状况 因为会造成说什么 因为造成极端气候 那报成这个淹水或者水不足 南北极的冰山都溶掉 对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 附作的效益 比如说农产 农产品的这个农粮的损失 所以如果气温升高 连最近什么 有些的国家地区 一天下的雨量等于整年 就是这个极端气候造成 那所以夏天有可能从130天增加到210天 但他所讲的夏天应该是指的22度以上的高温 那他讲的冬天应该指的10度以下的低温 那冬天有可能从70天变成没有冬天 而且最快就是2060年没有冬季 就是10度以下大家看不到了 那没有冬天怎么办呢 那小孩就不能放寒假啦 那大人不能滑雪啊 这当然是有点开玩笑 不过呢 如果说温度都维持这个相对高温的话 那所有的包括农作物 包括这个昆虫啊等等 我们的生活环境都会造成很大破坏 全乱掉啦 对那极端气候 为什么最近出现那么多 就是温度上升一点点 就会造成极端气候 我们看到今年就非常明显嘛 我们上半年是严重缺水 然后突然水一下就来了 现在是中南部淹大水 然后农损超过五亿新台币 所以每一个国家 包括台湾都一样 对几乎没办法适应 因为气候变迁太快了 对所以不要看小看一度 一度就造成你看到这一两年 台湾的状况 去年台湾没有台风 那今年也没什么台风 但是呢这个水量差很多 那所以未来可能会面临到 干越干湿越湿 甚至于到四季末 清台的这个台风 就台湾有来台湾的台风 会减少55% 那你说减少台风很好 大家注意我们的供水 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靠台风的雨水来的 对因为台湾是荒溪型的 下雨呢 一下太多留不住 如果没有 然后一下又没水了 对 都是靠台风给水 没错 台风其实是我们的重要的 这个水的来源 水资源的来源 虽然会减少 但强度会增加百分之五十 那什么意思 就是要嘛就不来 要来就强台 你不要小看这个台风少 如果来的是一次来很强 你的水流也留不住 我刚讲我们是荒溪型的 一下涌入太多 根本留不住 没错 那瑞士在保险公司 他说极端气候的经济损失 这保守预估 因为他没有把它全部预估在内 2020年大概一千五百亿美元 那今年上半年大概七百七十亿美元 那下半年呢 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水災 包括台湾的这个水災 这都还没算进去 因为光农粮的损失 很多都种不出来 没错 那当然这个这份报告 提醒我们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 可以减缓极端气候 发生的时间 那第二个呢 就是学习跟极端气候共存 做好这些防灾的准备 所以从这些联合国 跟中研院的报告 就像刚刚的俊敏说的 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等 就是要爱地球 能够环保就尽量做 下一张 难怪中钢拼了命的 我们来提一下 生命周期管理概念这是 对这是中钢在 他的一个特殊 就是说这个特殊机能的用钢 那他的钢材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整个钢材的使用 怎么使用 第一个是原料的萃取 就是比如说这个铁矿砂嘛 然后到这个中钢 中钢开始炼钢 炼钢以后给下游做制造 钢材的制造 他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节能跟废气回收 跟低度的排碳 这是中钢内部的环保 中钢内部的节能减碳 内部在做的 对 可是呢 他新生产的钢材 是可以帮助外部来节能减碳 外部 对 这我们就讲 他外部是整个外部 这不要轻再来 第一个是钢材的加工 因为我们这个中钢生产的 不管是钢胚也好 热压钢卷也好 他到下游 比如说我要做镀星钢板 我需要做另外的加工 那这个加工呢 可能就需要重新再把它加热 重新加一些添加物 当然了 那比如说呢 需要加一些钛啊等等 这个还有炉具烧呢 对 一些等等的 一些特殊的 一些这个稀有金属 来增加他的 比如说硬度 韧性等等强度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我在中钢的链铁过程当中 我就把它加进去的话 那中间的制造端 就可以少做这些事情 对 那他是不是可以节能减碳 因为我就少做一个工序 对 而且在下游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汽车 汽车是非常消耗能源的产品 你制造的部分消耗百分之二十 而且剩下的部分 其实百分之八十 是在使用的时候消耗的 那中钢的钢材 怎么样帮助他节能减碳 就是让汽车减重 降低燃料的耗用 所以他的钢材出来 中间的制造端可以减少 使用端也可以节能减碳 所以我懂了 中钢现在努力做的 正在做的 就是在钢铁生产的外部 这些你本来要污染环境的 这些其他的合成物 我在这边钢材出货给你的时候 钢条 钢板 钢筋 全部都帮你融进去了 帮你加好了 太好了 所以是外部的这个 外部的节能减碳 我们往下走了 哪几个商品呢 第一个是高强度的汽车用钢 那减碳规模 假设用一吨钢 就是我们刚提到 这个高机能的钢材的话 那基本上一吨的钢材可以减少6.04公吨的碳 那汽车每减少10%的话 油耗就可以减少1.9%到8.2% 而且这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我的成本不增加 那车辆可以减重 然后硬度这个强度也可以维持 强度可以维持更强 对 车子用的这些钢材都不变 但更轻 所以用油量就递减了 没错 才能够减碳 对 OK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这个高效率的马达电磁钢 那这么来讲 其实它里面含一些细的电磁钢片 它可以让通电后降低3%的电磁耗损 因为电磁耗损应该是算这个马达里面耗损最严重 对 所以如果能够减少3% 其实这个国内的用电就可以少很多 因为你续航力更够 你就不用再做其他的生产 没错 所以这也是节能减碳 那另外来看像高强度的船舶用钢 这个船非常的大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高机能的钢材 它可以降低船舶的重量 而且可以提升使用的年限 那包括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行走的这些船舶 它其实是个湿气重 当然 所以容易生锈 所以你的钢材就要这个 等于是抗腐蚀 抗这个生锈 它长时间是在海水盐的海水上面 对所以如果可以降低这个重量 可以减少油耗 那可以使用年限 那生命周期大概就20年以上 所以这些就是中钢 在外部的高机能钢材 我在生产出去之前 我就先把它做好 那下游就可以减少加工 而且这些钢材有非常多的一些 算是金属的力学性质 特性 特性可以帮助这个节能减碳 帮助减少油耗 甚至于像这个功率的耗损都可以减少 好 感谢居民 非常谢谢您了 真的好精彩 要不是这一题居民有说 我们还不知道中钢的高机能钢材减碳 效能如此之高 难怪可以省下600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一整年的这个常年的吸碳量 好 先说中研院 包括了联合国最担心的点 图说明了一切了 也就是每年每年台湾在境内 这个每一度每年的这个温度 都上升了一度多一度多 现在我们上升了1.6度之多 这可是1911到2020年 台湾现在的气温变化 很严重 严重到 来请看中文院才说 如果照这样推散 我们到2060年台湾就没有冬天了 甚至联合国说20年之内 人类也甭想生存了 因为很难活下去 天气热得不得了 光一个热就会热死人 因此当然各大企业都要想办法 节能减碳 爱地球做环保 刚刚俊敏说的好 这个钢材制造是内部中钢的节能减碳 但外部部分就是特殊钢材的加工 透过了中钢的生产 钢铁的生产 该有的转变 该有的材料帮你加进来 让你在钢材部分的下一张 今天东西卖给你的钢材 不论是坐车 坐成船 或者是坐成马达 所有的减碳效果都十足反应了 只因为中钢在最上游的时候 加入了一些节能减碳 还能够重复使用的一些的材料 感谢中钢 业绩今天也不错 以上的重点 没错吧 居民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听得真精彩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来看这个 追前面15年 台北股市没想到 竟然15年过程当中就11年是涨的 所以专家才说 其实台股至今依旧是多头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如果走一个多头方向 那么你买基金 要买主动型的基金 赢过了被动型追踪指数的ETF 报酬率会更高 真的如此吗 像富华台湾好收益基金 就是主动型的 但它的优势呢 如果要布局它 您该注意事项呢